对河北和辽宁两个家乡有着怎样的情怀 但是主要是去沈阳之后可能就进入专业队嘛 然后可能就是认识外边的人就少一些 就没有说可能队友就更加亲切一些 因为是这么多年我也在梁阳队可能 07年底去了吧 已经十几年了 确实有的时候一晃这个时间过去之后自己觉得 这么长时间了 包括回到沈亚庄的时候 现在山上建设的是非常好的 就是那些路我就是接出去的时候就会问同学啊 问朋友或者问我爸妈 我说这是哪呀 就会这样 就不知道这是哪里了 但是对两个城市都是还是有很深的这种情的 那肯定是 如何养成开朗乐观的性格 算是吧 就是从小可能就是性格比较好 用教练的话就是比较皮 就是你怎么说骂两句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说两句就心里不会在意 然后我该干什么 还去干什么 在辽宁的十几年 有没有练就一口流利的东北腔 没有什么特别的口音 对 然后就是会 东北味少一点 然后一回东北 在两天之后吧 就会有这个东北味又会比较多 是这样 丁霞就会说 我在沈亚庄的时候 他就会说 姑娘你东北来的吧 然后一回去 就是回到沈亚之后 有的人就会问 但是这样的人不多 会问姑娘不是本地人吧 都说丁霞清商不下火线 那么坚持上场时是怎样的心情呢 我觉得当时想法很简单吧 就是这个球没落地 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一分轻易送给对方 然后确实那个时候也有关键分 当然可能自己心里也没有想什么 前面反射就站起来了 觉得这个球要必须得坚持打完 然后你才能倒下吧 要不然的话你丢了这分 因为你丢了这一分 那其他人怎么办 可能会影响到最后的成绩吧 我觉得可能自己的幸福也是挺要强的 然后就是能够坚持 就是尽量要坚持 面对东京奥运会给自己定下了什么样的目标 现在来讲吧 取得好成绩的心愿肯定是有的 但是你不能光想还是要就去时间去一步一步走过来 而且我觉得困难都是未知的各种想象不到或是突发的困难吧 都要做好应对 主要还是要注重这个过程 要把这个比赛打好 拿出来可能到时候 当时希望自己是非常好的状态 非常高的水平 但如果要是遇到困难 或者包括身体啊 或者对我的困难 可能当时不是很 好的状态 但是你要拿出来那个状态里最好的水平 去应对每一场球 这是第一次来到秦皇岛基地吗 其实我来过 来过 是我当时从河北去较宁的时候 当天晚上是大学 然后高速昏了 然后我就在咱们这个基地的八号楼 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个东京的奥游会上 然后你可以和中国女排取得好成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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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